简陋却坚韧的手拉车 简单的服装配上太阳眼镜 披着徒步环岛Changelo World字样的披风 来自高雄的黄之平先生 以身体力行的方式 徒步环岛宣导环境保护的理念 在这趟旅程的第74天 从日月潭沿线经过水里乡来到吉吉镇 只有一身简单的航头与行李 每一天晚上都搭着帐篷过夜 坚强的脚步让不少人为他的信念停下脚步 与他多聊几句 当中也遇上过去旅程中所遇到的朋友 让他们感到深刻的缘分和感动 那他除了徒步环岛之外 他还倡导他 他很有想法很有理想 他在推动吃素救地球 那我觉得这跟我们保育中心的理念 也是不谋而合 他这样的举动 对我们来讲 今天这真的是一个贵宾中的贵宾 那我们用最热情的心情来欢迎他的到来 王自平先生表示 这样的徒步环岛欣赏到台湾美丽的景色 想要好好珍惜这块土地 从事多年在环境保护的研究 希望能有一套办法可以珍惜美丽的环境 整个环境非常非常的美 那也可以看到我们台北市消防局的弟兄 也都来到这边 这边一起看这个美丽的环境 一起来训练 对啊 那这一趟的旅程 也是在宣导环境保护的问题 这些环境是非常美丽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那我们不希望他被破坏 不希望他失去了 那所以我们必须去思考 有什么方式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要如何重视这样的一个环境 来保护他 留一个更美好的家园给下一代 访谈中也特别表示 地球近年来温室效应的提高 许多团体纷纷提出素食观念 话中也特别强调 肉食是一般人的饮食习惯 肉类食物的美味 九成是因为调味料的影响 但肉类本身并不美味 与素食相较之下 人体所摄取的动物性蛋白质 对身体的健康并不佳 而黄自平先生本身也是素食主义 发起这个徒步 用这个主题来做一个选择 这个意义非常好 我们也记得就是 我们所有的这些民众和乡亲 可以像这个年轻的那样 有这个观念 来祈福 来做好就是 保护到我们全世界 跟我们地球的环境 这个围中 来做就是尊重生命 用爱来做一个企划店 我相信这个对着我们 自然专业 这是非常有帮助的意义 来到积极镇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议员陈书会对于这位年轻人表示鼓励和赞许 会谈后 议员陈书会也特别赠予补给黄自平 期许他能够完成这次为信念坚持的任务 民意新闻刘又齐陈玉林集集采访报道